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旗文稿有一篇署名名商的文章 专门谈到我们国家目前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权问题 篇幅达到两万多次 不但现实的坚定性相当强而行内容相当互乎现实 由此可见当前我们国家政治开始对文化三次任意的非常重视 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后来我们国家的文化是一个有一个无为经业 也无为中业的反征 未来的文化是有选择性的引进的 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文化领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自从我们国民开放以后 现在大家都看到 商业化之下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文化领域几乎重复沦陷 也就是几乎全部都西化 我们知道 用一种简单的理由来改革 文化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基础反应 是一种国家耐赛的生命灵魂 是一种社会的本质内容 所以如果说文化没有了 那也是等于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没有了 灵魂没有了 社会的内涵没有了 剩下的只不过是 一具形式逗老的许可 特别是在国民开放的历史条件下 一旦我们国家民族文化没有了 那就等于我们国家民族独立性的东西 人之内容都一不存在 这样在国际舞台上 就只能是护存的地位和拜登的角色 在国际社会关系中 一种最具有绝对性意义的概念的创造 价值的选择 标准的制定 和是非的判断的权利都在别人头有 而没有了这些精神文明上的权利 后果是我们实际上就是人家的精神文明 然后当这些无形的精神文明的内容 防疫到有形的现实中 比如防疫上估计政治上 我们国家民族就只能是人家的登邦 只能成为人家精神上的知名地 防疫在国家经济上 我们这个国家只能是个大工仔 只能是个世界工厂 然后只有接受一群新习的 拜波学和亚伯的事 人家拿去的是真金白银的圣语价值 我们得到的是人家吃饱喝酒以后 已经不要的长汤圣话 好比同样是吃炸豆事情 人家吃的是动物 我们吃的是豆渣 这甚至我们就是这也给人家做牛做马 接受人家在经济上的剥削和交代 还不行 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台座 他们就认为这是在消耗地区的资源 所以他们还千方百计地 把我们的人口当垃圾来做 尤其可见 在一整根本水平上 我们不将目前整个文化领域陷入虚发的泥潭 带来的社会负变作用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对于当前国际上的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 是趋连于无敌无战无战之中 文化领域的争夺 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修业的战场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城市去观察的时候 就可以完全知道 目前我们国家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行文化自行文化自行的政治理念 真的是非常及时的和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 西方文明的历史 历史辨证法 上面说的这些 还原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但是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经济问题 在根本的水平上 其实还包括文化问题 所以我今天还更愿意从文化揪入策略 来探讨一些问题解决新的出入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西方文化具有这么大的决定意识 那你公民不开嘴一开 他就要取代你的民族本土的文化没有三年呢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只要认证一下就可以发现 西方文化是整个西方人精神文明的基础表现 所以说从本质上 叫做西方文明 而西方文明主要是由西方人商品 精神文明的练组成的 一是西方人的价值观 这是一种以自我中心 个性张言 即使显乐 优胜劣汰 存在法则和种 崇丧实力的人生价值观 它隐和了人的一种动物的原始性本身 所以具败一种非常优势的抗招力 二是西方社会起源的一种 以生意价值的大学 为目的的社会生产方式 也就是今天在世界上流行的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这是一种极空之力 盲目性 剥削性 娱乐性 娱乐性的社会生产方式 但是它隐和了人的一种 财富追求的梦想与要求 是一条少数人可以抓到花财目标的 最可靠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 所以它有具有可遇 但不变任何有所 三是具体问题 具体研究的哲学 以自然科学的西方人 主要就是自然科学 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历史是成功的 但是在西方社会文明三股精神文明中 西方人发现现成 发展的现成自然科学 占主导力 所以是在西方科学力量主导下 西方文明现在才能够 达到人类精神世界的主流和同志的地位 事实上是这样的 从十五世纪下巴 西方科学诞生以来 西方文明是狂飙门禁的极权全球 主要是因为西方科学能够保证 人类对自然界施加作用的手段 和能力在顺势的增加 发现和使用的自然界更多的物质自由 成为不大满足的地形上 人们自己的社会需求 而且不断达到人类自然界通知 西方文明因此是一种能够给人类带来好处的 世界不足文明回答创造的历史成就 表明了它在一个 它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成功事实 和才奠定了它在整个人类世界文明中的一个 无可非议的主流和通知地位 而且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随着西方科学的历史成功 西方人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从自发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漫延和渗透 到今天大行其大的无往而不散 一方面 在当今世界人类世界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还能与发展 另一方面 与西方科学院列列联合在一起 就在成为当今世界最时尚最现代化的文化潮流 所以西方文明今天的世界同志定位 特别是今天对我们国家民族文化颠覆 虽然有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实际足以败不足 直到世界落后的原因 其实其中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的问题是 本来这事情是情有可言的 这位西方文明的成功 毕竟促进了人类在自然界生存和发展的人类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 世事难料 人类世界文明也有一个三十年和尊三十年和西的周期 历史发展到今天 西方文明经过几百年的充分张严之后 如今已经差不多走到尽头 首先是西方科学的科学本身的人正在出现问题 在那些头脑最清醒的西方科学家的思想宣述 其实早就知道 在冠门扛法的不断对外宣布设立的同时 科学上一场尖锐的危机 就来明显扩大 也就是科学工作的成效本身就在出现问题 科学家一吃瓜在手里的面包 现在是让牙齿可留在手中的面包皮 因为技术越来越精湿 要是越来越高 人们从中得到得益者越来越少 因此由于法国的科学家是这样说的 你们可以显现得到摆脱这一困局的办法 我对此的观点是可能是悲观的 我的观点是除非一个新的能源远离 他突然发现会从根本上逮变人类的前景 否则人类将近视提留在地雄隔面 和东河沙尼约住在几公里以后的 科工夫妻的空气成功 渴望不使他受到不可逆转的困难 其次 西方的科学是一把双眼剑 这早已经是一个正式中逐的公开实施 比如他一直自立自然界奥秘的解释 保证人类在自然界进行更多的社区和略端 问题是这一面的长期发展 现在人类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人类存来是今天有名的自然发展 但是现在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 人类终于循环在某种程度上 把自己的力量给改造自然 改造自然 甚至现在是轮到掌握这代科学技术的人们 正在以公主规言的方式 把人类的意志前加于自然界 但是这一来 人类对自然界前加的作用 正在造成对自然界一些最基本的平衡关系的 人类的劳乱已破坏 因此 现在是自然界本身的力量 开始出现报复性的反作用 使得目前出现一种窩心循环现象 西方科学的副作用 正在越来越扩大 第三 人类在自然界最根本的利益 和最基本的需要 因此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第三 最成为命令的是 地球自然自然已经经不起西方科学的无限责任 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一切都被限制在这个自然自然 极其有限的自然系统中 而西方人类可以阻挡 从世界生产力的规模华台 来势喧喧 现在正在导致我们人类不准难以生存活动的地球空间 发生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能源不结 得力减少 和自然灾害频繁等等的严重生产危机 最要命的是 西方科学事物激旦的发展之下 现在既然 既然人类自己无准的基本安全 都成为问题 因为空气污染 水氧污染 参数污染 除此之外 西方文明还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联系分化 资源乐多和国家民族之间的极烈矛盾 极烈竞争等问题 包括还在不断发展和武器 这就等于 这就等于 最终自其灭完的历史进程 而且 大家只能 共同一致地 接受它继续不断地任意 白路 因此 第三个问题 东方文化 科学性智慧 当然 偏无绝联之路 这一点是肯定 我今天是所有提起西方文明的问题 因为我有一个基础科学上的理论心 新成就 它属于自然科学 但是它不属于西方科学 实际上在我们东方文化图案上 生产出来的科学性智慧 与人类未来的出路问题 它是什么呢 在这个节奏开始之前 我给中国科学界讨论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理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现在看到我是这么说的 近代自然科学是从15世纪下半月开始 以自然科学家换去 世界整体性问题研究 为前提发展起来 但意味着是 从1986年开始 我不经意的存在一种 零类的问题研究活动 后来又正入家计 才是经过一个二十多年的努力 最后竟然多大的世界整体性问题 因为你在理论上解决这一步 从而建立了一个 称之为自然统一论的整体论 现在这个自然统一论的基本内容 我已经把它公布在国家科技成功版的科技论展上 和我的个人博客上 所以嫌隙的 我就这里就不许再涉及了 自然统一论有虚空 有虚空还存在 有虚空还存在 磁光系统 幻有系统 自然统一论的本质和远程 移造自然起源 有这六大部分 我今天就 简单介绍一下自然统一论 最简单的文理学性概念 自然统一论的理论有一个特点 是因为把复杂包含于简单之中的统一论议性的理论 也就是说 作为本体论 自然统一论寻找的是 对科学有史以来一个 最深奥 最复杂 和最为操担的世界整体性问题 不但可以为人类的纯粹思维手把握 而且能够通过一些构筑的概念 和一些简单的理论描述 就可以为一般的人们所谓的理解和接受 比如说 世界整体性概念 这个概念 世界整体性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表明自然统一论是以世界整体性的客观存在为科学具体对象 所以 是一个世界整体性问题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论 首先是 把世界整体性的第一特征 规结一个数学模型的表示 就是这个 整个世界的模型就是这个 为什么 整个世界整体性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模型 这个灵 到底能不能带有世界整体性 灵的这个有什么特点 这个是说 灵是任何一个确定的烈的活地 所以不是没有内容 先还 灵是具有非常明确的内容 而事实上 灵的数学都真实 无中的以后 有中的无 现在的以后 特定的无 形式的遁形 内容的弦路 除了是一个没有数的数 一个包含一切数的数 灵的物理数 物理性知识 没有确定的链 除了具有伦纳各种链的可能性 没有确定性的方向 除了具有些各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而且 还是一种可有可无 可大可小 可责可有 可离 可离可外的 等等的 变文化 变化无群的 足以适应一切的 和包容一切的本质特征 所以这个灵 不能小卡它 自然同一论有科学上三个普遍性而已 第一个 自然界无知基本结构十七二重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无知基本要素十七方三卡 十七方三卡 这是第二个便利于哪里 第三个 世界整体性 途径是因缘爱的对立重移 人缘只有掌握了这三个普遍性有理 就基本上掌握了世界整体性无知基本结构的本质和图籍 第一个普遍原理 是自然界无知基本结构十七一二重性 这个有效的研究结构 归结于 数学公司的表述就是 0等于1加 复1 这个第一个普遍原理 但数学的表述就是 0等于1加 复1 这个0 就是表示世界整体性 1 1 正1就是表示自然界正之恋的词无 1 就是表示自然界负之恋的整个虚空世界 在这里 虚空不是虚无 而是 负无之世界的客观处在 虚空的概念是 主要是有两个特点 1个是 它是负的物质 2个是 它是物质内容层次的 所以 虚空与虚无物质形式间对称 是构成 是构成自然界物质的第二要素 是自然界物质内容的第一个现象 是自然界一个负物质形态 客观自然的领域 以及 是自然界物质运动 负方向运动积极 居于自然界物质的内容层次 所以 因此 居于自然界物质内容层次的 负物质特征的 物质新事实 称之为虚空 虚空有三个特征 三个特征 虚空没有禁止的质量 但可以有禁止的负质量 禁止的负质量 小为质量零 但并不等于是没有东西的虚无 而同样是自然界一个绝对性的物质存在 第二个特征是负空间 与现成物理学上的长一样 虚空没有确定的空间性 广力 它还以负空间的形式存在 因此 失误于虚空 它们变于物质在同一个空间续上排列的二线性 而是 物质形式与物质外人层次关系的二线性 虚空粒子只有一颗 但是它体质无限大 而且 因为是没有间断的连续同一个本质 所以虚空的负空间是可以叠加的 虚空的第三个特征是负能态 虚空是这个没有知恋的负物质 但是 没有知恋可以有负知恋 而且这个负知恋还是有作用的 它就是负能态的同一作用 什么叫负能态的同一作用 比如说我们地球与月球 我们实际上都漂浮在虚空的故事上面 那么 这个虚空对单个地球来说 它是个引力 把我们的控制在一个地方 它就是引力 但是它对连个天体之间 比如说对定型和月球之间 它有一个吃力的作用 把它顶住在那里 你过不去 你不会挤在一起 它是个同一作用 它同一作用 把引力和吃力 它同一在一起 它对单个地球是引力 它对连个 它是个吃力 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虚空的思念 它是用第三个特征 虚空理论实现的知识进步 是开拓发现的 自拦截一个负无知的新世界 虚空之后 还有一个比虚空更高层次的 新无知世界存在 虚空的内容很多 我在那个网站里面 那个文章里面都有 我这里我就简单介绍 大家找到几个概念就知道 我现在下面虚空介绍 我就介绍环存在 什么叫环存在 就是虚空和实物 这连着加来一起 是一个一般自然界的存在 就是我们一般自然界 是实物和虚空 建立户的同一 这个存在 但是它是还你这个存在 所以叫做还存在 先对自然界无知的实物和虚空的存在 一种见实缓实 见虚缓虚 除了自己以外 在还一切自然界无知存在 而存在 无知 称之为还存在 还存在 是一个以还为 本质特征的自然界的无知本能要素 是构成世界整体性无知主分的 第三个无知要素 是世界整体性无知动态内容的第一现象 它的动态 它有三个特征 这个还存在无知有三个特征 一个是还太 还存在 就是 它 要还实物 要还虚空 见实还实 见虚还虚 除了是 除了自己以外 在还一些存在 而存在的还太 动态 第二个是动态 在实物和虚空 二层性基本结构的一般自然界 还存在的无知 它具有 反实物和反虚空的反物质作用 从而是一个引起一般自然界无知 进入运动状态的状态 它还出现在我们一般自然界 只要它的这种界限出现 我们最有运动 我们整个自然界 最有自然化的运动 第三个特征 是超无线 这个是它最本质的特征 东内的 还存在的本体 一分为二 它是有一分为二 它是由两个部分主权 一个在宇宙中心 空间无线球的情况下 它还要再大过去 所以超无线系 所以就是超无线 一个在宇宙外界 空间无限大的情况下 它还要再大过去 就是超无限大 所以是个超无限境界 超无限境界 它一共有 还有环权带的物质有三个路一遍 第一个是内在路 没有表面的显现 云域物体之耐 在物体进程中 其进程洲一样 引起自然界于物体发生 位移和结体进程度 以动力为表现的 缓物质耐用 属于内在力的还存在 比如说我们人身体上的脾力 机械肚力和一些运动物体上发生肚力 这些肚力的还有电力 这些都是属于还存在 它是内在力的 它是可不见的 第二个是现现力 有现现力 你可以看得到 以关热和能为现现 在物质的变变和能力运动中 其到决定性作业的防物质内容 属于现现力的还存在 比如自然界各种规源的爆炸现现 散电现现 揽烧现现 还有宇宙中的光热辐射现现 和色电源的变质和现现 等等 这些物质的资变和能力运动的现现 背后 是一种现现力的还存在物质内容的第一个原因 这个 达到这个 还存在这个物质达到 有现现去那是已经很极端的 引起事物烂杀 那是已经很极端的 自在位 就是自然自在我们一般说还存在一般主要是主要是指自在它自然自在的 前面内在内和现现内的它在一般自然界中存在 但是它有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没影 它是由条件存在的 最主要是它的自在力 它就是自然自在在那里的 这是自在力的 这是多力的 在自然界可以多力自然自在的还存在分体 是自在力的还存在 这是一个多力的超无限境界的黄世界 主要指阴言爱极 阴言爱极就是太阎和太阴 这个我最说的太阎和太阴概念不是那个我们 我们五代里面那个时候的太阎太阴 我说的太阎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太阎 我说的太阎是与太阎先对称在宇宙在今那个地方 那个黄世界我叫做太阎 太阎大家都知道从哥本尼以来就是在宇宙中心 后来科学化长观察以后 又把它安到那个银口系的那个边缘去了 现在不是宇宙中心 实际上太阎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恒星 很多科学资料都在研究 它这个同样是恒星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恒星 所以说我这里说的太阎 就是把哥本尼太阎重新安到宇宙中心去 他人主要是因而言及就是我说应而言及就是 言及凡世界为于有限和无限同理的宇宙之间中心 空真无限小来自幻想 它不仅是小而且还缓醒 最有无限大乃至超无限大缓无之左右 在宇宙之间中心引起和发现一分为远不能的宇宙射线浮射 它就是我们天天看到太阎 我们 这个是太阎 太阎是和太阎先对的 它是位于有限与无限统一的宇宙背景 空间无限大 距离无限大来自超无限大的 往日之左右 在宇宙背景引起和发生和二为一的宇宙射线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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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自私進步是開拓發現的一個自然界環太世界 環太物質的新世界 與虛空覆物質一起 是自然統一論開拓發現的連登最重大的物質新世界 因此這連登的議論也是自然統一論最重要的基礎理論部分 其他的我就不介紹 目前只要這幾個物理學生概念 能夠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我就謝天謝地 第四個問題是世界整體性研究的可能性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需要解釋一下 因為自然統一論是以世界整體性為科學多力研究具體最小 但是我們也知道 西方科學機是以科學家放棄世界整體性問題的研究才發展起 正等於這個問題在科學上 目前還是遠區 而科學家刊登在認識外說過 而哲學家刊登在認識外說過 碰到了理性研究形式研究世界整體性時 必然帶來了矛盾 就是惡力百分 一直就認為 人們是不可能達到世界整體的認識 最名的科學家 哈因斯達爾蒂名言叫做 這個世界的最不可理解之處 就是在於它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世界是不可理解的 它這就等於在說 世界整體是不可研究的 而且據說當代著名的武力學家胡金 也已經申告放棄世界整體問題的引測 這些是人類目前最窮位的知識 水平 但是我可以這麼說 前人所說的那些我都不管 也就是 不管那些科學家哲學家 他們怎麼看怎麼說 我現在就是 已經走到世界整體性問題研究的這一點 沒有辦法 至於我們是怎麼研究的 當然有一個非常具體的 實實在在的過程 只是目前還沒有人來考察 這一次的段位有簡規清楚 所以具體的我就不說了 但是大級的我還打個比方 有一天我的視線在左路 看見旁邊有一個路口處 當時並不知道裡面 其實就是當今世界一個最廣大 最深奧 最神經莫測的迷宮 我就進去 沒有發現 只剩下 只剩下前面有一些光明的東西在吸引著我 我就去追 天天在裡面蒙拍著前進 一路上是走走停停 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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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職業在裡面蒙拍摸 Were youش已经 工夫的二十多年之後 有一天 終於從旁邊的一個礦所出來了 然後回頭一看 我才發現原來是世界 прод the whole process 就是這樣 i 去見 pink 這我有 uh the 質感筒帶真正質疑 因為這個批評 當然這於說是太清楚 实际上 从拉瓦西炎化论之一 到杜利利斯艾乌鲜物中央差的自知传扎 从拉瓦西炎化论之一 到杜利斯艾乌鲜物中央差的自知传扎 从虚空副物质的开拓 到环存在环物质的发现 从科学上删到普遍性原理的圈 到时光系统 广有系统的思维模式的建设 从自然运动本事和原权的理论解决 到宇宙自然企业的历史过程的推理 最后是理论上的知识整合和清楚表述 在这一系列新知识的发展过程中 这可是一个雄光漫道真如天的无情事实 在这整个思想探索过程中 每一个物质新层次的认识进步 都是一层艰苦脑力劳动下的劳动收获 每一个究竟问题的解释 都是头脑激烈思考运动下 灵感浮化推荐下的新问题发现 每一个新知识的科学联系 都是问题中的思考下 会不进心机的思维吞敲 每一个存心自然理议的境界到达 都是尽心独具的知识深化 因此 一个说不尽的艰难困难 实实在在的思想探索的历程 其实是以我人生的身体生命的巨大损耗为代价 因此后 我是扭义着自己的头脑 思考到进入神经错乱的那个程度 才在差一点神经纷乱的那个边缘 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所以 最后能够走到耳睛脉顾红脱约的之间 其实是千难万难的 当然 正是因为有这些的无心热血 实实在大的研究过程 才奠定了我自己现在的一个对自然统一的足够的自信心 第五点 自然统一的道理是什么 我前面说了那么多 现在还需要盖科学 自然统一的道理是什么 自然统一的在文物主义世界观的知识技术上 百思刚刚更进一步的在具体科学的程度 解决共产世界整体型物质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跟总物质要素的本质是什么 尤其它们之间的不变性的联系是如何 还有 自然界物质自然性的本质和原权是什么 以及宇宙自然是如何起源的 等等之间带有总理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从而是一个人类纯粹思维对世界整体型问题有效发布的评题了 而且 在言这意义上 自然统一的还是真正的大统一理论的有效形式之一 我的这个观点理论根据是 一 希望缩发引流信任的真正的大统一理论 必须建立在世界整体型科学 自然界物质同一性的科科学展上 自然统一论就是一个关于世界整体型问题在疑论上解决的问题 二 自然统一论确立了一个 黄影世界整体型第一特性的数学模型 零 和一个黄影自然界不知基本结构思维二层性的数学公式 零等一加一 就是一种既可以概括宇宙万物运动 又在提现一种真正的 最为简单性的美的数学模型 和事实上可以成为一个 楼基简单性原则的核心理论基础 最爱影师堂设选中的一个 可以导致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一切地理和公司 并依此作为整个物理学大厦的 一论基础的最抽象最简单的同一厂 宽城 是完全吻合的 三 自然同一厂开拓发现的自然界物资内容的第一个线线 虚空 就是爱影师堂建议的 把物理的所有的不准同一的产 而且可以得到保证 可观世界 这个虚空是物资内容无处不在 每一种线线的产生 都在牵涉到一种大同一理论的共同机制 所以 这个虚空负物资 中后完全可能成为 因其包罗完现的 和中国性科学 实现性虚的第一个现象 四 对称性是物理学购建的一个基本要因 在大同一论上 必然有一个新的口中 它自然同一种反映的自然界物资形式 就是 与物资内容存在和还存在 那这两大物资结构的对称性 就是在把物理学上的对称性方面 进行一次 人们前手不能显现 境界的再扩充 就是把对称性 再扩充了 五 根据 科学化长的历史经验 如同 表现为一个对 现成物理科学知识水平的超越 和自然同一论其中一个矛盾 统一的流基基础 就是正在实现对 人类单代物理有机技术的新奠定 其中一个整体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 进化石 完全在繁衍为 物理科学在一个大统一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 以及其中一个世界整体性物质基本结构和运动规律的 藐视和解释的新知识体系 而正在实现 人类单代物理科学在邮报方面的自然水平的历史超越 所以 所以 很有足够的流先性 自然同一论 就是一个正在实现 人类单代物理科学在邮报方面的自然水平的历史超越 和科学技术理论 第六点 自然同一论 自然同一论的科学性物质 这是个矛盾的焦点 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世界人类单代物理科学在邮报方面自然水平 自然 自然水平的历史超越 所以 我说这话的时候 有人听的以后可能是当我神经病毒 现实中也是这样 一个什么科学生物第一个人 说在宽根单身世界科学的一个最高峰 没有人愿意先行这是真的 所以 自然同一论建立以后 改革人生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 为了这么研究成果的社会发展 让我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是在现实责文的更加焦头浪的比较 所以我目前的一个人生党务 套设世界整体型方面自然奥秘 解决人们对自然同一论的理解问题 对 因为我的真理观世 真理的最高境界是喜欢别人 所以 这次我们来北京是有时间准备的 也就是来北京寻找问题 面对面解决的机会 但是到了北京才是找 没有用 北京到底是河门生态 到了北京四十多天了 明正要回去 还是找不到科学界的真理 找不到清楚的机会 甚至是说 找不到一个能够与我究竟一下敌人 那天我去前院科学研究所 总算太大 他热情地帮我介绍 可以 帮我审考的专家 可惜是万万 给这位专家写了一份 自情自疑的求助行 并且把我的书稿内容存款 衔行他斑满审考 还特地地说 审考会没问题 又不想可以 但是他第二天 回信完颜拒绝了 他说 他看了我的信的内容 就知道我研究的这里 不是科学的东西 所以他无法发表任何科学 就是这样 人家就是在那洋洋地方 看着不需要看 就知道你什么东西 然后就一记算 就把你自己死定 那没有审考人 我就够够的审考这一块 我的东西就发表不了 而我发表不了 这样就真的什么东西都不行 只能在家里等手 这事情 其实我只知道 科学上 买一个重大的知识进步 是相当困难 类似的经验是 有的要经过学与活的洗礼 有的要遭到几十年的美目的命 为什么 他们 困难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说 就是这么说的 科学家是一个解释子 他接受一整新幻石 就像戴上缓线透镜的人 他看过的东西都变形 现在的东西都变态 除此之外 就是很难改变人民观点上一种既定的性格 特别是 任何离成本意义的技术研究 必然以主流的传人们 藏由大徒地位的理论先充足 因此一般是没有人敢去机器面对 甚至有了有不良的有作用的 新的理论发生 但是总需要改新创立的精致一点 学习自由空间 或者 政治创新能够从哪里来呢 还有 技术研究这种高风险 等于效益的普差 大家不能干手清平去 去跑 也就是吧 难道 人们现在只是出来做 成功的收成工作 也那么困难吗 特别是 像我们中国的脑技专家 在看着不看的情况下 就怕人家死心 这一来 我们这些科学体制外的人 现在科学技术进步 但有所作为 去不是才能百里做梦 甚至是自己在自己找死 所以说我在公开信中说到 对于现在的中国科学 我有一种可怕 Google我还有说三句 第一 我这个人就是一根筋 只要有口气 我就还会发生意 还要被遗余力的 把现在人民科学观念长 一层薄薄的创始 错误 二 我认为目前社会的 资讯条件 精灰之笔 相信科学会以正胜的力量 扫除 阻止它历史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三 特别是 我相信 我还相信 中国科学界 一定还有来自 聚败真正的科学精神 所以 我今天还要在这里 公开为《自然统一论》的科学院里 做一番解释 用《自然统一论》的大声 本来意味着 从牛顿时代 时代以来 工理学发达了一条 发达中的一条鲜明的主线 就是值得的追求自然统一的统一 但从现在开始 不理学发达中的另外一条主线 就是以一个 表示世界人体性 第一特征的零 为科学新的出发点 和新的发展方向 也就是说 我现在作的是一条新的科学发展道路 而且这条新的科学道路 防引为当今世界科学发展必然要求 比如说 今天科学家可以轻易地提出大同一理论的科学问题 但是 现在西方科学却是二人结构的逻辑机析 是根本不能与大同一理论研究先适应的 因为科学本身有它自己的特定规律 就是科学兑现 必须以科学方法保持先适应 所以二人结构 逻辑机析上的西方科学 就是根本不可能达到大同一理论的成功境界 所以 一个大同一理论的科学命迷 就必然提出发展人类自然做些新道路的要求 这等于 当科学家提出大同一理论的科学命迷提的时候 科学世界就隐含着革命 因为大同一理论其中的同一概念 它的真正本质在 把科学研究对象要看作一个议论论的整体 所以说 大同一理论中的那个统一 就算表明了大同一理论一个议论的出发点 和世界观的要求 我表明了在科学化的前面 并肩是一个矛盾同一逻辑基础的新科学 因此 这本来是我们东方人的科学智慧的机会 我们东方人智慧是什么 如今人道如今的人体观明 这是人类智慧尚未真正开发的科学处理地 未来一个以西方科学的经典繁原论不同的 天然科医的整体自然观的新科学发生 新科学发生 因此基于我们中国科学的一个无限的希望 比如 浩尚结构理论创立者 普利高兴 他曾经这么说 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 一贯全掉主体和科技之间的二连性 对于注重天然科医的中国哲学行为 这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 他表达一种以西方科学经典还原的不同的人体自然观 我们寓意接览联主文化传统 verst座上 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 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 同时必须重新表示 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 难过在内的治疗法则 在本世地末 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根捷 而是默如新科学的原生 我衷心希望 中国新年一代科学家 能为创建这一新科学做出贡献 这个是希望科学家的解决 所以自然推论表明了一个新科学 本来反映的是 未来世界科学时代潮流的大势所需 其中的新知识体系 本来代表着能力自然科学的 知识新水平 但是 这是大家看到的学生 当我们创建一个新科学 并且拿持这一新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自然推论的时候 我们中国科学界的邮报方面的专家 看到的自然推论是什么都不是 科学人员都不浪漫 而事实上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自己来继续分析一下自然推论的科学性问题 本来学发世界整体性研究的西班科学 历史发展到今天 局限性正在越来越明显的爆育 在基础科学层次 在基础科学层次 人们现在正正地感到大 在对自然界真是北京进一步深化认识 现在的那个归纳 实验实施的普及和方法已经远远不够 所以爱因斯坦曾经建议 通过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 这大普遍行为 也就是说 他的自然界普遍性格 物生运动规律 是人类着急在做 而且因而做下去 而爱因斯坦的建议是 希望能通过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 找到一个形式最直播最美妙 而有最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普遍性有力 哪里 自然统一论 就是我通过自体头脑精神的自由创造 我什么都没 只是把自体头脑作为天然的实验室 来开展有关方面的科学度的研究活动 因为是通过头脑精神的自由创造 所以自然统一论是一个纯粹识变的理论形式 但是对此 爱因斯坦也早就这么说 在某种意义上 纯粹是为能够把握实在 只有大大的识变 而不是经验的堆积 才能使我们进步 等等 我所做的一些 其实都在划进科学世界的前沿优秀 所以我相信 自然统一论做的三个普遍性原理 其实就是科学家正在追求的一种 形式最直播最美妙的 最具有包容性的普遍性原理 除了代表着当今世界科学知识的最新水平和最新境界 我敢说自然统一论就是大统一理论有效形式之一 因为这个理论是在以世界整体性的客观存在为科学具体兑现 这等于 自然统一论作为一个世界整体性理论 理论结论的分析论 就是在实现上演绎和证实的爱因斯坦统一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实现定义 爱因斯坦是这么说的 这个理论中要定律练习起来的对象 不是纪律 而是所考察的事实 最重要的就是大统一理论最终 就是一定要考察 要么是世界整体性的 要么是成为自然的维持统一性 这个事实最重要的应该是考察这个事实 而不是纪律 而不是大家在这个 这个用数学工具有在那里玩 天天在那个 在数学里面去找 找不到 还有 爱因斯坦统一论 通常有一个严格的单知决定论的实现 就是单知决定论 然而 自然统一论一个把世界原理性第一特征 归结于人的数学模型 就是一个最抽象 最简单的方式 和就是一个最简单性不够的 单知决定论的事情 大到归零 所以 自然统一论的核心事件 与爱因斯坦统一常论的核心事件 柔基基斯是非常激烈的一次 第三 rocket impact 和沙特组 午餐 已经说 今天未能解决的问题 很可能是出于我们还会把对称性这个概念推广到了 其实所有这些发展方向的精神都是一致的 就是要把我们已经扩大到相当大的 前所不能显现的一些对称性观点再扩充一下 是严正与说的 然而自然图一的第一个有效研究结果 就是把已经扩大到相当大的对称性观点 往自然界的无知内容证实发现 从而开拓发现一个 与自然界私物无知性对称性关系的 虚空复无知内容一致 然后在一个无知基本结果实需而存性的 新知识基础上 还继续地探造有私物和虚空的存在 就必然还有一个与他们的对称性存在 一个环存在的有些关系 从而继续推断出一个称之为环存在的环世界 这样一个比虚空复无知内容世界 表现为更高层次的环存在 无知新世界 同样是根据对称性原理 而不是通过数学试验才能发现 好了 就这些可以了 辨解自然统一设 统一设的科学性 以上这些虽然简单 却很实在 就已经足够说明了 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除此之外 只能提起的是 自然图一设的新知识体最大的特点是 作为一个解释 世界整体性无知机械结构 矛盾的科学理论 但是理论本身是不在矛盾的矛盾之前 我的理论是没有矛盾 我敢在这里 公布我的观点 我现在还没人 才没人找到 有人能找到我的理论的缺点 我理论本身就是 不在矛盾的矛盾之前 因为是矛盾统一 当然这些目前还是我自己的个人看 实际上 在我们通过科学界 理论专家也 我们自然图一论 在科学上就什么都不说 没有办法 这是人家的权 也是人家的质疑 谁都没办法 不过 有一点我还是要肯定 第一 自然图一论 是人类头脑思维 第一次实现了对世界整体性问题 在一种具体科学的多人研究 这是第一次实现 就是人类头脑 思维着的精神 思维着的精神 第一次实现了 对世界整体性问题 在一种具体科学上的多人研究 第一次实现了 这是第一次实现 这是第一次实现 至于正确以后 目前虽然还是不去进行 但是 最重要的是 能迈出 是世界整体性问题 在科学多人研究上的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现实意义 正如乐坏何德哲 李正导说的 党问前人没有问过的问题 不要怕问错 错了就可 可怕的是 提不出问题 卖不开第一步 大法院替判 以政大政院的问题认识太多 需要人类的科学境界 因此 中央成立论的科学性认识问题 我相信这里 其实也是需要人们的一种 真正的科学境界 比如 中央成立论在科学上 是真的什么都不是吗 还是有些人 自己科学境界不够 还是我们今天 中国科学界 是一顾数学家 陈神森 神森说的 中国还没有自己 学练的第一位科学家 科学在中国没有深圳 就是这个原因 我想 这一点 意思是一定会有个结论的 除此之外 恩格斯说过 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 先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是一个也不能没有医院思维的 所以 我还要说一句 科学科学历史发展到今天 一个人哪里知道科学技术 而不知道科学世界的中国科学 是需要抗数的 是需要抗数的 第七点 这是最后一点 西方文明史在终极 前面我自己与中国科学界的某些专家 在读说过的话 他们认为我的自然朋友在科学上什么都不错 但是我自己认为 它不但是科学 而且代表的目前世界科学的最新水平和最新境界 现在谁是谁又一直 他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那就是不管 今天中国科学界的人们 怎么对待我的自然统一人 都不能够 影响到这个自然统一人 已经诞生的一个不真实实 一种同属 我这个最为一般的中国人 取得了这个自然统一的有效研究 研究结果 正在打破了西方文明 今天世界科学轮断地域之时 老万呢 当今自然科学在技术研究上 一坦实水的局面 这一点 必将为未来人与自然科学历史所证明 可况 自然统一人展示的是一幅在医院上描述和解释 世界整体性的本质和图景 而未来一些大师 一个 这是每个一个未来学大师他这么说 厚厚的显现力和深刻的重刹力 仍比百分之百的转身性更为重要 刘热归队 刘热归队教师 使者居满不可 为了武力 威力无限才行 尽其是 妙物也有他的好处 中世纪 自主家画地图 要论百折也不进去 可是没有他 伟大唐台家 赢了也不可 不可能发现新大陆 所谓其事一件 就是这个自然主义论 这么一张 简单出现条描述的 甚至是错误 缺点难免存在的 这么一张地图 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新知识 就在为人类未来 更高历史阶段的发展 而迈出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完全可能是在 辨定人类自然科学 一位思贤如既的新祭司 他写说 监视人类智慧 撬入世界未来的一个新的知识 新的知识及知 知点 而且 自然科学论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新方式 是原来的中国科学 已经以一种整体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 新方式出现 原来的一种统一哲学 因此正在实现 它更高历史阶段的幅度 比整个人类自然科学的新时代的超越 而作为这个新科学新成绩 自然科学论是一个零的物质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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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方面的新 都是一种自然界物质内容方面的新知识 预示毫无疑问 它预示在人类科学实现 正在实现自然界物质结构论实 从物质形式到物质内容的第四次大作作 真的 这些就是我现在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一个科学自觉性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科学在极致内的人们可以歧视我 我却不能自己歧视自己 他们可以不承认我的科学研究成果 我却必须 首先自己承认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 而话说到这里 话题就要回到我今天剪除的主节省 前面自然图论基本内容 我目前基本情况的介绍 就是为这个观点做事前准备 说明我提起的西方文明实在尊敬观点 不是空缺来分的 因为对西方文明 不要改变西方文明目前世界主流和统治的地位 东方人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人类 总是写的长白语言 他写说 对抗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 不是人们任何主邦杀的联导人们 可以随便阻挡 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力量出现 大家想 写的没有想 没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去把握 和西方文明他还会引用 对世界的统治下 只有针锋身对的 让东方智慧展示科学势力的 登上世界科学历史舞台 并且把西方科学 规换在他实际的发展范围里面 那才有西方文明的实在尊敬的可能 而自然投论 在这里之后 我一直有一个真实的感觉 西方科学统治世界的绝对地位 已经遥遥遇尊敬 西方文明的世界独流时代 也已经十里五度了 这一点 我的自然投论 不败科学界人类承论 目前什么都不是一回事 而我头脑里的思维 我头脑里的思维者的精神 在继续繁绑这世界 又是另一回事 但我思维者的精神 逃到未来时光隧道 继续现前看折 就是事实上看到 种种之间的表明 自然投论作为一个东方文明 在人类自然科学世界上的新危险 鼻尖是引起整个西方科学文明大战 倒塌的一个最为关键因素 一 世界整理性问题理论解决 决定了人类自然科学 从此一定要走到 这样的一个新道路 他要重新确立对大自然的信任 他要按照自然本质反应之 和他最终要走上一条 天人合一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新道路 而现成人类学理的西方科学 将被现在一个有限世界的 实现科学理论 因此 他目前的主流地位 正来必然为一个环璞归真的 整体研究特件的新自然科学所代替 二 目前 从世界整体性的独立研究 到自然界无数结合认识的第四十大途中 从大途中的有效性 有效形式建立 到宇宙自然无限的自然的保护保察的开启 从整体研究方法的重新提起 到科学本身的一个矛盾图一的楼基基础性增定 如此一个重大的世界科学新自私的进步实践 西方科学它一直只是个旁观族 并没有其他任何的极其作用 现成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工具 基本上也开不上任何 因为 就现数学逻辑工具 在零的内容面前 无所措索意见 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 也根本不能在自然界无知 内容城市沉浸一步 以后 人物理科学所在进入 自然界无知内容城市之后 那又坚持一个物理学基本地理 不断被发现新时代 而整体科学的思念方式 还是要占主导地位的 所以 在未来一种 科学新时代的世界上 西方科学只能 因为起不到主导作用 而一定又成为意识科学 三 自然中心论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同意论有效形式 说知识进步的工具是议论 科学议论形式的最高法则 从此是道理 而不再是科学实验的数据 所以 西方科学原来一直形成通的科学 游戏 游戏规则 从此要说出来 行而善者为之学 行而下者为之气 以往做科学学问 西方科学只能在行而下者为之气的地方 找到它在人类自然科学上的合适为主 真正的学问是行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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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用误会了 我说的行而善是人的思维 思维的精神超越物质之善 不是过去的行而善 是在具体科学上的行而善 宇宙自然无限自然力的能量保障 打开之后 自由是必然有认识 认识意味着把握 人类一定有一个未来前途命运的重新安排 大家先行 人类要是成为自然界主人 那坚是一个何等伟大的 林显宗的光明成果的未来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这个未来世界科学主角 又只能是东方科学 至于现在的西方科学 它只能够提到帮忙和知识的作用 五 把世界当作整体加以研究的整体科学建立之后 人类自然科学本身的逻辑基础 正在合得的一次超越时代不大 人类未来一个完整的自然科学 监视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 矛盾对于同一的基础结构 所以不管任意不容易 到了那时候 现在西方科学一人谈的世界 科学同事时代 是一定有成为历史的 是一定有历史尊杰的 除此之外 建立自然统一论的新科学的 一个矛盾统一的逻辑基础 渗透到人们社会 哲学科学史前的鲁基础 领域 将导致包括整个西方人价值观 和资本主义身上发生的改变 整体把握之下 人的个性既不能太知识也不能太张言 因为人的存在 还有一个彼时联系的社会共性 一切社会 只有在社会共性的发展中 才能找到它自己最合适的位置 资本主义身上发生就不能太知识 很多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为 漏涝前世的经济动物鸟 因此 未来的理解社会 必然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发生 都必须令那里 不加人民整体利益 和基本道德要求的社会建设为大 一直从此 我们东方人的人道 不加富裕共生 世界大中的家族观 也就必须与东方科学 一起登场世界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 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在合理的调节 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叛 把它治理他们的共同困存下 而不让它成为 满目的力量来同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无辜 和最适合 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 进行这层交叛 这是马克思说的 所以 自然同意论的新知识 到时候 就要提到一个最重要的 自然科学医院基础之内 总之 如果我们现在把阎官再换的容颜 并且按照一种事物的 必然性的楼积关系系 推断 那么 就完全可以预测到 自然同意论的诞生 事实上 已经预造的 几百年以来发展的 近代西方文明 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一场整个西方文明逐流 于同治地位倒塌世界 和一条以东方文明为主导的 世界人类社会 文明发展道路的开拓 坚持一个历史的必然 当然 西方文明的时代均接 虽然这季度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剩下的只是它均接的时间长短 但是 这个西方文明的时代均接 所有经历的时间长短 所以要与 占今天世界来个五分之一的 我们中国人的科学世界 发展水平如何有关 有了这大推论 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 拥有这个自救和自信 西方文明的时代均接 就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中国人的科学世界 发展水平就要高 西方文明的时代均接时间就要快 反而 反之 我们中国人的科学世界 发展水平越低 西方文明时代均接时间就越满 如果我们中国人的科学世界 发展水平 还是一样保持目前的水平和状态 那西方文明时代均接时间 也就无限差 因此 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 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 不佳政治理念 就具有时代的 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因为这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 不但是我们中华民族 从此一定要 后来居上跟上 世界历史五代 一个第一重要前提 而且也是自发主任的建立 以及自发一定要在 自己的过程上 开发结果的第一重要前提 除此如外 一切无尊谈戏 只要我们中国人有文化自觉 自信和自信自信 那我们今天国家的一切存在外 里都是大事 一个伟大社会主国家 不限世界建设的高潮 就要横溃到 一个和谐社会 建设巨大成功的历史进程 也真 也坚因此的大大收入 因为 矛盾统一楼梯基础上的一种 能与自然的世界整体把握 由此引起了一种 整个国家能力的 有序的组织和爆发 使得到那时候 我们中华民族 显不潜大都不行 矛盾统一楼梯基础上 一种世界似乎的英国关系把握 如此引起了一种 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前途的 促足生机生得 那上真理 真是一个真正的深进性的 深进性的民族智慧 只要一直到了那个时候 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在世界人类 所谓发展时的歧视上 骄傲的邪道 骄傲的邪道 二十一世纪 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结论 纵观天下大事 是当今世界不准归任的东方智慧日戀 正在汇聚成为一部巨大的时代性潮流 我的自然推论 正在硬实而生 一个东方文化的科学新时代 也正在顺势开拓 我们因此已经看到了 西方文明的 时代尊敬的生长 同时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多加一个科学发展的 伟大时代的历史不安 正在一步步分支塌来 一个伟大的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理性 在不久的前来 并肩变成为人律世界 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民大众的一个最美好 最光明前景的现实 尝详 阿冷 凡 advice 金 对 你的 请 请